将夜中夫子的十四位亲传弟子都有谁 他们各自都有哪些能力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作为世间传奇 大唐书院夫子的一生受过十四名弟子 那他们都有谁 都做过哪些事 对人间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严格的来说呀 夫子的第一个徒弟应该是柯浩然 当初柯浩然的天总之姿 得到了夫子的青睐 夫子想收柯浩然为徒 结果却被小师叔当面拒绝了 夫子勉为其难代师收徒 认柯浩然为师弟 事实上夫子本身就没有师父啊 柯浩然在修行的道路上进步神速 除了是柯浩然自身天赋外 夫子在背后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因为夫子曾对宁缺说过 他说柯浩然主要是连其才 想让他在修行意图少走一些弯路 在将夜的世界中 几乎所有破五境的修行者 都因为看了天书 只有柯浩然和柳白是单纯依靠天赋理解 达到五境之上的实力 仅凭手中一柄青钢剑 就杀尽世间强者 是书院的第一代天下行走 因丹剑灭魔宗 求连生而名震天下 在夫子不出手的年代 柯浩然毫无疑问 就是人间的第一高手 甚至最后一路杀上了西陵神殿 击败当时的西陵神殿长教 逼得道门众多隐世强者进出 就连只手冠冠主陈某也不是其对手 柯浩然在道门隐世强者的围攻中 战灭无数强者 并且境界不断突破 最后因为根夫子对这片天空产生了同样的疑惑 于是选择拔剑问天 在神国被浩天斩杀 柯浩然虽死 但在江夜中留下的传说 却始终贯穿全书 是全书的精神领袖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比如二先生君墨就对其非常崇拜 还学了浩然剑 大先生李漫漫也对其称赞有加 长安城洪秀昭的当家 简大家暗恋其一生 一代天才连生三十二 对其又爱又恨 因为嫉妒甚至不惜发动蔑视之战 称连生的天赋是万法皆通使 连生有些忌妒的说 柯浩然是一剑通万法 他一生只会一种浩然剑 却能用浩然剑演化出世间万千道法 就连难尽剑阁的剑圣 被誉为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的柳白 也称自己的身前一尺伦理学 源自于柯浩然 其一生更是由五大恨 分别是恨不能与柯浩然对剑 恨不能与连生对饮 恨不能生于千年之前 与光明占于荒原 与夫子同时代 其中守恨就是不能与小师叔对见 柯浩然的天赋 让所有修行天才 在其面前都黯然无光 如果说柳白是千年来第一天才 那柯浩然的资质 绝对称得上是万古无二 书院灭西陵之战 大唐镇北军 正是靠着小师叔的黑驴助攻 让唐军在一夜之间 收获了无数的野马 是唐军战胜草原王庭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驴亦如此啊 人更遑论 柯浩然是整个江夜世界中的 占地第三人仅在浩天与夫子之下 浩天说 柳白再过几百年 才能达到柯浩然当年的水平 而当时的柳白已经是人间第一 可见柯浩然实力早已遥遥领先 战死时 大概也只有50到60岁左右 主角宁缺 更是一直活在柯浩然的光环 与诡计之下